Layu聊世紀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MBL對上Hero 那兩位選手都是頂尖的高手 我們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還有森旅路線 這兩個路線是他的主力 他的步兵路線有了萬戰爭 可以讓步兵加4點傷害 雖然沒有大槍兵 但是還有重裝長槍兵 但是重裝長槍兵的傷害高達12點傷害 那他的森旅路線呢 每點一個科技都會加5滴血量 最後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這邊有沒有看到 MBL可能在問他什麼聲音的問題 有點看不太懂 好那如果有觀眾可以在我們的留言處 幫我們翻譯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講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人的工程器後期的投石車跟重衝 都是可以用的 甚至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阿茲特克有這個槍兵 配投石車 或者槍兵投石車 還有配生旅的作戰方式 這個比較常見在團戰看到 那阿茲特克人前期還是可以打這個老鷹豹作為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大約出生點位4點鐘方向的藍方 玩家Hero 確認就是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特色呢 雖然他沒有任何科技加成 但是他升級時代 是有這個折扣上的 沒有這個經濟加成 不是科技加成 他科技的經濟部分是有三農三木的 但是他沒有任何其他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他經濟上算是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他也是一個很適合去練配置的文明 所以我都會比較推薦新手去練義大利人 或者是練這個波斯人 這兩個文明去把他練起來之後 你要打什麼路線都是很順利的 但義大利人呢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騎兵工兵都能用 步兵方面的話 可以使用傭兵單位作為主力 而且不需要升級 只要升級這個工坊就可以用了 那工兵路線也有強弩 甚至後期還有大陸馬 送裝騎士可以用 升旅科技基本上也是能用了 雖然沒有一段邪說 但是其他科技都是有的 所以來說 義大利人還是比較偏向三項之力 步兵騎兵工兵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最近呢 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我平常都講了 Hero Hero 那為什麼我最近比較念Hero了呢 因為我之前是有觀眾跟我說 這個其實叫念Hero 而不是Hero 但是我發現 他跟我講是錯的 所以正確念法還是Hero Hero還是比較多人念 因為日文念法也是Hero Hero 我也比較念的習慣 但發生英文 這個發音也是 那可能他是英式口音吧 所以會變成Hero 也說不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看到上方有這個黃金 下方也有 左邊也有石頭 右邊還有一塊石頭 左邊一塊黃金 這個黃金分布看起來是比較尷尬的是 有一塊的主金在前面 有一塊還在後面是還行 但這塊黃金的旁邊附近 也沒有任何的墓區 甚至離墓區都有點距離 感覺這塊金也不是那麼的好手 正面的黃金的話也是有點偏前面的 唯一的好處就是有這個果子在後面一點 那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的位置 MBL左邊有黃金 上方有黃金 正面有果子 還有塊塊附近在後面 這個金的位置就比Hero這邊還要好上很多 Hero這邊打法是打了一個17匹點封劍 還偷支部嗎 我就知道 偷支部 我從這個時間點也太早了 11分鐘的時候就看到這個升級時代 已經來到了一半了 MBL這邊打了一個19匹升封劍 那這邊是什麽情況 爲什麽MBL 這種慢升封劍時代呢 難道是被偷租了嗎 Hero好像也沒偷租的樣子 感覺是有點怪怪的喔 這個農鐵蠻早就補下的 好 正面來看一下 MBL補了一個軍營 Hero 肉馬已經準備要出門了 槍兵要趕快按囉 MBL槍兵這裏趕快按 這裡鋪兵單位 要繼續出嗎 還是要轉第二個軍營呢 那沒有挖黃金 看來還是要先補個槍兵先防守 再來再試狀況去轉出射箭場 好 老英先過來看一下你有沒有轉射箭場 好 暫時沒有出 那先暫時用槍兵跟臭兵反擊一下弱馬就行 好 三隻弱馬開始在繞了 好 後方補了一個射箭場 右側的位置 老英跟槍兵戳了過來 玉老也是拉了村民稍微反擊一下 兩邊都是前期的小打小鬧 好 這裡轉射箭場 要轉毛兵 那這邊是提前預轉了 不管對方有沒有轉射箭場 這裡就是先預轉出來 好 這裡兩邊打架 都是打好玩的 並不是要真的開戰 好這個老英跟槍兵一直在騷擾 好 右邊補了一個劍塔 哇 這個前期投資劍塔 算是一個大手錶 放有劍塔的話 黃金就可以穩定採決了 那待會石頭不夠的問題 可能就去挖一下就還行 那MBL地圖方面真的是比 HERA還要再更好一些 地圖插的時候還能打贏 才是真正的高手 那HERA呢 他這邊確實也是 完全沒有在 對著自己地形差 地形差 地形差的打法 雖然會稍微虧一點 但至少 還是要知道 怎麼去劣勢 轉為優勢 好 HERA這邊是 轉成了 城堡塞 品種也點下了 好 電工場也點了 木牆稍微補一下 以後 出現了 阿 好,這裡輕騎兵先點 義大利人升級時代之後 二級伐木點一下,輕騎兵也提升了 阿茲特克是轉雙軍營,轉槍兵 先防止騎兵 牌弄 好,直接斗力戳掉了一隻弱馬 後面補下了一個殘陣東西 抗兵一瞬間就被弱馬給打倒 輕騎兵提升上去之後,傷害跟老鷹的傷害是一樣的 現在勞硬的傷害值也是7點 1加1,點了一攻 一大利人 Kera用這個弱馬,確實有傷勞到一點東西 左邊這邊開始開採石頭 待會要來開城市中心 待會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 先把主金給手下 如果穩定的話,再往前開城市中心 都不遲了 好,這裡轉了一些騎士 騎士上前戳掉了一些單位 但是最後還是被重工長槍兵給逼退回來 好,殘血的騎士拉回家 剛剛殘血的青騎兵也回家了 好,結果城市中心先補在了右邊位置 現在兩邊都是雙TC開弄 那MBL這邊每撿一個聖物都會增加33%的血量加成 好,這邊騎士突然開打 直接硬吃這些縱裝長槍兵 但是吃到頭破血流 好,好想沒有被招槍到 這裡聖女要趕快繼續 好啊,這個清洗兵自然是抓到了 殘血的聖女 好,聖物趕快撿 大力大力人遇到槍兵打法 看來還是要整個戰矛或是奴兵 會比較好打 但是現在HERO25分鐘 兵工廠科技一個都沒有點 現在我有點看不太懂他的想法是什麼 好,那聖物的部分大家剪得蠻開心的 看起來快要剪得差不多 好,這裡直接招牆到了一隻 兩隻清洗兵上去把聖女給收掉 阿茲特克這邊聖女科技終於補了上去 欸?剛剛補了又取消啊 好,這一次終於補了上去 哇,剛剛感覺不應該取消了 唱兵往前戳 最後是靠騎士 加上聖女的招想方法 喔,後面的聖女又三隻拿下 吐了吐了 MBL聖女直接被抓了六隻 世界冠軍就是世界冠軍 這個肉馬的操控方式 真的是太猛了 好,這裡雙修道業 聖女就宣 三個城的中心 開始穩定起來 3TC運轉 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附下了帝龍斯彈 哇,前期打得比較濃喔 其實打都並不多 都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真正的在攻城 結果這一坨肉馬又上前 但這次終於有神聖思想 最後有一隻 聖女火了下來 OK 血量終於越來越多 來到六十滴血 好,護衛技術有點下 現在 義大利人 Hera 是不是要打傭兵呢 不然怎麼會點護衛技術 但是現在攻防也完全沒有提升 難道他在玩什麼挑戰自我的遊戲嗎 好,這邊都已經看到 對手有個大動作 唉唷 居然開始從中間蓋城堡 把自己的副礦給空了起來 那現在黃金分布看起來 MBL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這塊黃金要是挖完的話 主進也很快就沒了 好,帝龍斯彈點下 待會要先點化學嗎 好,直接按了一堆傭兵 好,後面肉麻想要抓掉 OK,抓掉了一隻村民 騎士左兩邊開弓 當兵直接上前一戳 戳掉了一隻 但說明也是死掉了 當兵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直接順利守住 右邊的騎士 左邊的騎士 又要再抓掉一村 把這個先起運立了大功啊 好,這邊可以上高地巨頭架起來 傭兵從右邊 開始偷抓村民 康兵是完全擋不住的 傭兵這邊無雙 戰士阿姿有豹勇斯 豹勇斯打傭兵的效果非常好 好 好,這裡點一點 開始轉帕學 好,這裡用兵 數量來到洗一隻 沒有得繼續補 好,這波工程 帝王時代也上去了 阿芝特克反之巨頭方法 還是要靠自己的老鷹 或是大量的豹勇斯 至少兵輾過去 才有可能摸得到巨型頭巨 義大利人化學好了 火炮要趕快補一下 好,死到電容時代 阿芝特克補下了 硬刷技術 後面派了一些豹勇斯回來防走 好,扁刀兩下 趕快撤 世界冠軍看到獵斯 就撤離 阿芝特克的印刷技術 比較好了 血量來到65滴 這邊拿著要過去手撕嗎 但是這邊是指教來招生旅 生旅招完 好像有機會可以招正面的暴勇斯 傭兵 傭兵趕快招 好,槍兵直接戳掉了一台 來 巨型頭巨 好,現在生旅的數量 來到了武姿 傭兵從右邊衝過來 不是傭兵 傭兵 傭兵的話正面數量 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還是有15G的數量 好,在Hera這邊是轉出了火槍 南美的噩夢火槍兵來了 火槍就只能靠生旅進行反之 或是戰毛兵 阿芝這邊的話還是要靠生旅 作為主力比較好 現在Hera一直被壓制住 這一波反手戰能夠打好嗎 但Hera這邊 進攻有個優勢喔 這邊是個高地 我要進攻這個城堡 這邊巨型頭巨型頭巨型 還是可以處理在高地的位置 好,NBL這邊要反之巨頭 自己出了4台巨頭 準備要來反殺 Hera這邊的 巨型頭巨型頭巨型 Hera這邊也是有4台巨型頭巨型 準備虛勢待發 好,戰兵技術 三攻點下 火槍部分已經來到了快20隻 Hera這邊 3台巨型頭機 1台巨型頭,我就無力 4台巨型頭 ABS中枎 和衳型超 Samuel 三級的步兵鎧鎧也沒有 好 子彈一發一發開射 傭兵沒有第一時間上前 反而是先處理掉叛徒 好 開始用火槍解決掉正面的傭兵 跟暴勇斯 自己的傭兵一直一直被找走 但是還好 阿茲特克這邊沒有繼續著想 暴勢努力扛住 罪行投資機的目標 是先砸罪行投資機 而不是後方城堡 暗閉了喔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的巨頭被砸掉兩台 傭兵突然上前 好 直接把僧侶給逼到城堡裡面 但是正面感覺快要扛不住 這一波傭兵打出了優勢 我們有三防優兵 最後還是炮著火槍的掩護 還有追求投資機的攻擊 樹立拿下 僧侶被打噴了出來 後方的傭兵緊追在後 僧侶還在被追殺 暴勢斯有點不知所措 換你撤退 哇 這一波MBL打得有點尷尬 感覺不是很好的操作暴勢斯的感覺 一直被這些傭兵 用火箱給輸出掉了 反正就是這些傭兵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勝率 甚至還順手拆掉了巨型投資機 好 五巨頭架起來 哇 這個拆城堡速度好快啊 MBL怎麼突然潰不成軍了呢 那為什麼MBL這裡不轉老鷹喔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轉老鷹的話 打傭兵也不是轉 打火槍的話雖然能夠有效貼近 但是要打贏的話很困難 畢竟人家火槍打破兵還是比較痛 暗畢了喔 這邊最好的辦法 可能就是轉強奴 不然就是轉戰矛 但轉強奴的話升級部分又太困難了 這邊還是先用僧侶 用招牆的部分試試看 最好的辦法可能還是要用暴勢斯喔 正面突破之後 再套後方的戰矛去進行血防 好 戰矛兵過來稍要提升 但來得及嗎 感覺這時候提升戰矛兵好像也沒機會啊 所有狼兵的城堡都被依序拆掉了 現在MBL 防線已經歸零 沒有城堡 傭兵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這一波 HERA應該是死拿就問了 右邊大量的僧侶 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面補了一大堆的射箭場 傭兵走了進來 再繼續手撕 傭兵有縱火技術 刀的就是快啊 哇 傷害好高 暴勢斯這時候才來 MBL這一把的軍隊調度 好像出現了一些問題 暴勢斯來了 傭兵也拆完了 兩個城堡中心就這樣被帶走 右邊的火槍也順利擊殺掉了大量的僧侶 這一波MBL 只能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勝利 HERA這邊是打了一個非常好的戰機出來 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是15拿了大概2000多 KDM來到1.69 這個戰損太舒服了 直接領先一個KD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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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